欢迎来到球包TVSG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看中华台北巧固球队 怎么改变巧固球界里面的打法与战术 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 2019年在台湾举行的试运会巧固球赛 当时方胜师方教练以及当家球星李志伟 所带领中华队展现了 为什么中华队是巧固球界里 无人可挡的超级强队 我们能看到当时的中华队以强攻得分为主 中华队的个人强攻与球术 让其他球队招架不足 连那时防守最好的瑞士队 球都碰不到 其他国家的球队也开始学习 中华队的强攻与球术打法 时间来到2010年 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巧固球型表赛 当其他队还在学习中华队的强攻打法 方教练带领了一支更年轻 速度更快的球队来参加了比赛 他们用了速度 空中接力以及巧妙的打法碾压了对手 真正把巧固球的巧字打了出来 但这一届最有看点的就是这个刷边球 他为接下来10年比赛中的打法埋下了伏笔 彻底改变了导固球比赛 2011年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在意大利开打 中华队一开赛就用速度与技巧告诉东道组意大利谁才是王大 但身为东道组的意大利也不甘示弱 靠着欧洲人自有的身形 防下了中华队不少的球 但脚还没站稳就被中华队的快空给打破绑了 间接的把比苏拉打 还记得我刚刚说这刷边球会改变比赛的形式 攻击手单射已经很难接到了 如果加上空中阶力呢 不止如此中华队攻击手也能在空中改变进攻的角度 就算是四个人联防 中华队攻击手的球数也会让意大利的防守员怀疑人生 下来几年中华队所使用的这个空中阶力刷边的战术 起到了无所不能的作用 当对手觉得他们接得到球时 比赛已经要结束了 是2011年打败了意大利之后 中华队在2019年马来西亚世界杯上又跟意大利交手 用同样的战术同样的设法同样的刷边 又把意大利队给打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